因为政策的关系 所以我就知道 必须带着孩子离开戏口 包括我之后用两次的认诚 我必须要生存 所以我必须要熬过这六年 然后我必须要终止认诚 为求保全工作 有保姆选择堕胎 回忆往事累撒记者会现场 拖曳政策催生联盟11号指出 政策规定保姆最多收四位幼儿 但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保姆 自己的孩子也必须算在 照顾名额当中 等于剥夺育儿保姆的工作权 也间接导致保姆人力老化 加上居托中心欠缺法定地位 让保姆品质下降 以及管理成效不张 大笔的经费去成立的 居家托育中心这件事情要入法 让它有真正的功能存在 那些访试员督导400多名 政府素来花了大笔的钱在那里 但是没有入法 而对于保姆收拖限制 社家署副署长回应 是为了确保照顾品质 不过目前也准备朝放宽条件来修法 像是托育人员 如果有两岁以上的幼儿 白天送幼儿园 就允许再收日间照顾儿童 一到两位 同时也把原本六岁以下幼儿的规定 调整到五岁以下 社家署强调 现阶段由地方政府委托民间 在法规上较具可行性 如果全给民间单位来执行 是否有足够量能来处理 如何让准公共化更完善 民间政府还需要更多讨论空间 强化具多中心忠能 落实保姆人力 落实保姆人力 原日新闻 NW6台北市采访报导